核電是不一樣的 核電是絕對不能接受的 不是說居民能接受 對我們接受的問題 而是無限大的核栽 跟無法處理的核廢要 它會隨著這個核工業的發展 移慢到所有的地方 所以核電這些問題無法解決的話 我認為是根本的反彈就對了 這個是它跟風力發展不一樣的主要 所以我沒有根本的反攻擊 其實我覺得很有趣 就是大家會有一些 很直接的想法 譬如說我大概 在月裡這件事情 我寫了六七篇爆料吧 在我寫得清楚的那兩篇下面沒有 但是在剩下五篇裡面 大概都有人會這樣反應 就是說你們怎麼用核又反攻擊 你們在幹什麼 最好都不要用電就好了 就會開始講那些東西 那我不否認這個部分 不是完全沒有問題 不是完全沒有問題 就是當我們要去思考到 有關於環境政力 跟我們能源發展 我們是不是還能夠維持 這個樣子的生活方式 我不認為它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我覺得有更多的事實需要被揭露出來 我們才能為我們過往這樣的套路 這件事情其實是蠻重要的 其實我沒有一次在社大上課這麼嚴肅 說真的 太嚴肅 反而我也會很緊張 不小心太嚴肅 對 不小心太嚴肅 我想那個社大這邊大概十點 就是一定要休息 委屈大了 那 那個 對 還有 那個問題再問十秒鐘 不然就在臉書上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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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問一下大家是我臉書好 有嗎 對 應該不多 謝謝 因為我現在沒辦法加朋友 所以 已經滿了 訂閱 所以大家用訂閱的 那 或是訂閱苦辣網的 對 那個粉絲 苦辣網的粉絲要怎麼運作 所以我還要討論一下 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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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ok 好啊 有機會的話 大家會聊聊 或者是說大家對什麼東西特別感興趣 年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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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比有人了解 我觉得这是很可怕的 然后社运 越来越技术化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因为一技术化 我就不容易找到人 大家听不懂 技术化 一砍到一个东西就很复杂 技术层面的东西太多了 就很复杂 好像不太能再讲下去 我半个方法可以认识 大家这个组长 我们下学期再排时间 找雄李来分享 看哪一位班 带我送雄李一下 因为我这边还要跟大家同学讨论 就是